今天總統有講到在台灣歷史上 我們經過六個階段的 不同外來政權的壓迫 所以我們要超越這個去找到主體性 還有新時代台灣人的一個認同 可是其實現在台灣有三成甚至是四成的居民 都是從國共內戰之後 遷都到台灣人的 遷都到台灣的以前的大陸人 那他們其實遷都到台灣 是為了要繼續延續 就是總統有提到的 五千年您比較去批判的一個城府的一個救治的中國 這些譬如我的祖父還有我的父親 都是為了要繼續延續這個文化的中國 所以到台灣來 可是我們又同時要去認同到自己是台灣的主體性 然後媒體朋友常常會詢問說 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我們可不可以同時認同說 我們自己是台灣人 但是同時也是中國人嗎 謝謝 現在的美國人啊 你問問美國人 你是哪裡人啊 英國也沒有說 就美國已經獨立了 美國把從美國的很多的這個人 都是英國去的對不對 移民去的嘛 但是英國沒有說是 美國是英國的一部分沒有人這樣說 對不對 台灣本身這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剛才我說一句話 中國本身對台灣不是當作他的 台灣的這個是化外資地 化外資地的這些人 可能台灣就是大陸移民到台灣來 別的地方可能也有人來對不對 但是這裡也有原住民在這裡 我們不必要說是台灣一定 你是台灣人中國人 這種話本身是過去的想法 移民來了 所以我們就是想中國人 我們台灣是國家嘛 台灣是國家的話 我們是台灣人就好 但是有人故意啊 我是中國人也台灣人 無所謂啦 對不對 時間過了你就知道了 最重要的問題在哪裡你知道嗎 中國的歷史本身 東方西方的文化沒有交流 沒有文化方面的沒有交流的 中國文化的以為是很杜德的 不見的 這個問題要了解 西方的文化 東方的文化 都需要 我講是文化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日本就是有這樣子 名字維新以後 怎麼樣把西方的東西啊 東西文明的文化 的混合 然後這個國家 再有走出一個新的一個方向出來 不然的話 你中國的這個社會 有沒有辦法走出事情 五千年都是在那邊仿佛嘛 對不對 朝代 朝代 沒有變 也想法也沒有變 想要變了 變不了 對不對 那這種社會 台灣唯一 就是 一個移民的社會 我們在這裡 所以 所有人在這裡 應該台灣是一個 一個 新的一個分社會 建立起來 我是這樣想 民族主義已經落後了 不要這樣想 不是民族主義的社會 這個民族 民族 不是民族 民族 民族 不是民族 要分得清楚一下 所以我 中國 中國的系統 應該是中國人 開玩笑 對不對 那全世界的中國人怎麼樣說 對不對 這個問題我想 這個觀念 那個價值觀念的問題 會慢慢的 我們要走出什麼樣的 建立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我們的國家有什麼特質的文化 把這個文化要建立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就不一樣的做法 對不對 這麼一天 這個文化 印度